主席那現在有人在吵著說要涉編啊 主席怎麼看涉編 你問一下我們主席有辦法來解決這件事情嗎 我... 當然我不知道我們主席會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黨中央會怎麼處理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我在... 我在那個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一再呼籲特斯拉邊 因為那個時候呢 以馬總統來特斯拉邊 其實可以促進台灣的社會和諧 打破這個藍綠這個對抗的那種... 那種氣氛啊 那種不是氣氛而已 那種讓對抗的那個情緒情感 可是現在剛好相反 如果蔡總統特斯拉邊呢 剛好相反 又挑起這個藍綠對抗的情緒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當時一直主張 馬總統應該把特斯拉邊的事情把它完成 因為這是他那個總統的資權 但現在呢我個人認為當然啊 首先我認為我們黨應該尊重總統呢 以總統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視野 以及尊重比如說 總統說討論到比如說法律的問題 那另外一點我剛剛講過 如果講朝野和諧 如果提到這個讓藍綠和諧呢 我倒覺得我剛剛說過 如果總統特斯拉邊現在法會引起笑得相反的 跟扁跟那個馬總統特斯拉邊是完全 政治意思是不一樣是相反的 所以我倒覺得扁本身呢 陳奈扁總統自己呢 他如果真的希望特斯拉的話 他應該他本身呢 要怎麼讓反對他特斯拉人 你要怎麼讓 要跟他們和解 我覺得很重要是這裡 不是蔡總統跟這些反對者和解 是阿扁總統本身 必須跟反對他特斯拉人和解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謝謝主席